大家好,我是马尼西亚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神,识破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今天呢,大师继续在开示中讲解 和帕尔玛世瓦对话有多么的重要 今天和昨天的开示让我们有非常多的情感 是大师细腻为妙,浪漫的这一面 大师今天讲呢 他不是所谓的这些新世界的 这些new age的这些师傅 或者是心理咨询师 他呢,是帕尔玛世瓦的化身 他给我们的解决方案呢 是最终极的 如果呢,你真的是针对问题去解决问题呢 这样你要花很多的时间 而且最终呢,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现在很多所谓的心灵成长啊 或者是 很多的 所谓的导师 理论呢 给我们的一个现状 这些问题的所在呢 是他们认为 我们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呢,是和这个身体和物质相关的 所以如果你的出发点就已经是偏差的 那么解决问题只是徒劳 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而且呢,可能要花费很多的金钱 大师的教学呢,是完全免费的 而且呢,是最终极的 因为 大师的教学可以让我们直接从所有的问题中超脱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让这个问题变得没有意义 所以呢,这一切都是 非常简单的超脱 所以大师这些话让我觉得内心非常的澎湃 也非常有感慨 原来人生是这么的简单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 用自己的 二元的逻辑让自己陷入到这个复杂的现状当中 事实上人生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所有的一切回归到最自然的境界 不要让自己的大脑去添油加醋 让所有的一切呢 呃,变得更加的复杂 事实上人生是 非常的顺理成章 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 没有阻碍 所以呢,所有的一切的阻碍和复杂 都是在我们的人的心中 然后再用这个 或者是我们大脑中 然后再用这样的逻辑再去解决问题 其实 这一切我觉得就是自己在 找麻烦 然后再去解决麻烦 然后这个解决还不一定可以解决的成功这样 所以大师讲这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 嗯 释怀 而且也觉得就是 被现实又使劲的敲了一下脑袋 原来人生就是这么简单 事实上你的人生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你内心的强大 内心强力的认知 是你超脱所有一切问题的最终极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 只要你认为世界是没有问题的 你是最强大不可摧毁的 你和人生是完全同一的 那么瞬间的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 你就会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幻象而已 所有的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就是这么简单 所有的问题的存在呢 都是因为认知的偏差 所以大师为什么一直在不停的啊 呼吁所有的人来听他的开示 来了解他的教学 原因是因为这里才是真正的解决人生的钥匙 所有问题的钥匙 打开所有大门的钥匙 就是强有力的认知 就是真正的人生观 当你的内心只有强有力的认知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从所有的问题和困难中超脱出来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而且一个好消息就是 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你只要每天呢 啊 准时听大师的开示 甚至不需要去理解他讲的这些强力的认知 啊 你的吸收呢 也是会存在的 总有那么一根神经或者一些细胞能够消化和吸收 在你不觉知的情况下 消化吸收这些强有力的认知成为你的一部分 那么在你发现自己的人生有变化之前 你已经在蜕变成为Parmashiva 然后呢 这两天一直在跟我们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让自己内心充满强有力认知的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和Parmashiva的对话 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呢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Parmashiva 在非常强大的无意识的状态的生活下 我们误以为自己的大脑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 的源头 但事实上呢 它只是肉体的一部分 我们的存在是意识 是创造这一切的智慧的源头 它的声音 被所有的人误以为是我们逻辑的声音 是我们大脑的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些思维 事实上呢 它是我们心中最深的那个声音 我们的觉知 我们发自内心的知道 那个真正存在的那个我 很多同修不能把这两点分开 很多人呢 也因此就是一直活在自己的心中的这个挣扎 左边一个声音 右边一个声音在拉扯这样 这些就是很明显的 你的觉知在和你的思维斗争 就是你本质的存在的那个paramashiva呢 它在和你的思维在抗争这样 最好的方法是停止心中的这种对话 你要开始和paramashiva对话 你把声音把你的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苦恼 所有的抱怨 所有的愤怒 所有的忧郁 所有的一切不解呢 都抛出来 问人生 问paramashiva 或者问大师 你认为paramashiva是怎么样的存在 都可以 你可以问他 为什么 我的人生走到了这个尽头 为什么我活到现在仍然不快乐 为什么我的妻子不爱我 为什么我今天这么不幸运 出了一件什么事情 或者为什么我明摆日很有善 他一张这么丑恶的脸 这么愤怒的来对我 等等 甚至包括我 我为什么觉得自己没力气 或者是觉得自己的生命 没有激情 我什么时候可以开悟 什么时候可以超脱 或者我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公司的总裁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 正常的家庭和孩子 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亿万富翁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问 从大事到小事这样 所有的一切 只要我们心中停止 自己和自己的对白 开始和大事对白 开始和人生和Paramashiva对白呢 我们就会发现 这股力量真实的存在 这股意识真实的存在 在大师昨天开始讲过之后呢 我非常有意识的在做这个练习 每次当我心中有困惑 或者是有纠结的时候 我会发现 我真的是下意识的自己和自己对话 就在心里纠结这样 比如说我今天 在厨房 遇到了一个 一件事情 就是莫名其妙的被 被喊这样 就是对方好像 因为我做了一件事情 很不愉快 然后他就大喊 然后他讲语言 我也听不懂这样 然后我当时就有反应 我在想 他为什么那么生气 然后我其实心中的想法是 我有什么惹到他 他干嘛要这样对我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不圆满的案例 然后我 瞬间就想到大师讲的话 应该和Paramashiva对话 不要和自己对话 所以我就把问题抛给大师 我就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然后一个非常神奇的点 就是大家 你要记得 你也要注意 每一次在你把问题抛给 Paramashiva抛给大师的时候 他其实真的会给你答复的 你的心中有一个声音 你有察觉到吗 如果你也在做这个练习 你有察觉到你的人生 突然有很多Paramashiva 给你的答案吗 每次当你把问题抛出来的时候 这个答案就 自然而然的 进到你的心中 那可能是大师的声音 可能是你自己的声音 或者就是一个觉知 你就是知道 原来真理是这样的 你就会瞬间有一个超脱的认知 一个强大的认知 让你从这个绑定的状态 这个无力的状态中走出来 像在这个案例呢 大师就说 他的忧愁是他的问题 为什么你要因为他的忧愁去烦恼 瞬间的你就 没开眼笑 你就知道原来是这样 瞬间呢 就把自己从这个 自己鞭打自己的这个状态中 就是我惹到他什么了 超脱出来而看到现实的本质 事实上呢 也就是说 他的心中的怒火 是他的经历 如果我因为他的经历呢 去让自己陷入到这个无力当中 那就是自己 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所以呢 瞬间就可以超多 所以像这样的对话呢 是可以让大家瞬间的 从人生的所有的困惑中走出来 所以不管你任何时候 心中有任何的对白 都停下你和你自己的对白 开始你和Parmashiva的对白 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灵秀的练习 它呢 可以让你从 Parmashiva就活在你的心中 像大师在昨天开始中 其实讲了很多非常浪漫的 唯美的形容 我觉得他讲的有一句话 非常的美 就是跟大家分享作为结尾 他说当你呼吸 你的吸气进入到你的体内 然后再呼出去的这个瞬间呢 事实上这个气体已经触碰了Parmashiva 所以你可以亲吻自己 呼出来的气体 这是多么一个甜美的现实 好的 在这个录像结尾的时候呢 希望所有的同修 所有的华人朋友 如果你再看Parmashiva的录像呢 你一定要记得每天早上来听大师的开示 这是你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光 也是你的人生开始走向真正变化 收获宇宙给你最大财富的时刻 所以不管你的人生有什么样其他的安排 都不要错过每天的开示这样 如果你收听现场开示有问题呢 我们在群里 我们的微信群 叮叮群也有这个录播的服务 所以呢 你可以加码开拉萨的微信 然后进到我们的群里了解我们相关的服务 以及我们开展的所有的 帮助你灵性提升的活动这样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